我们继续还是要请问资深专家胡玉堂老师 玉堂好 韦路贵投资没有答完 这个议题其实前几天就问过玉堂 当时你就跟我们说 低润计体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今天低润股票再度涨 而且又增加到了半导体股票 有一说 这个三星跟台积电都是竞争的 张庄谋台积电创办人就曾经说 台湾怕两只星星 一个是美国的英特尔 一个是韩国的三星 如果韩国的三星少了材料 会不会反而壮大 台积电未来在晶圆制作的能力呢 好 没有错 这当然是以台上来说 我认为力大于弊 当然现在全球的电子业 当然是缓缓相扣 不过如果说整个三星受到冲击的话 当然台积电当然它是第一个得力的 因为晶圆代工它们是最竞争激烈 那在上一次跟我认为讨论到 台湾跟南韩之间在半导体的竞争 记忆体这一块也是相当激烈 那如果说三星出货不顺 好 那我们过去聊到嘛 美光阵营的部分自然它会胜出 所以你看在今天 2408的南亚科 在这个除全息的缺口 看起来就快要回补了 尤其在除全息完过后 外资投信 连续性的买进 2344的华邦店也是在上一次我们举例到的个股 从美光上一次的盘后大涨之后 你看华邦店的股价 这一波是连着五日线持续性的一个上攻 另外像是2337的一个望虹 这几档的记忆体个股都可以见到最近外资的买盘 我认为除了刚刚谈到的一些日韩的竞争 再加上记忆体的报价 可能在下半年有机会回升的利多刺激之下 这一块蛮受到注目的 再来面板我觉得也是其中的一块 因为这个本来过去面板也是跟南韩之间 尤其三星的部分竞争也很激烈 你看今天的友达跟群创 虽然股价不见 目前形态上还没有到转强 不过今天的股价的以整体的价量结构 算是比较是具有人气性的一个转强上攻 另外一块可能就是来自于 是不是有转单的效应 所谓的转单可能就是来自于 万一这些上游的原料拿不到货的情况之下 台湾做相关的半导体的这些上游的设备材料 像是永光5234的达星 甚至在EUV光照盒的3680的加登 也是之前我们跟各位谈到 第二季的营收也冲下历史新高 大概这几块产业 我认为可以把它列入后续 在日韩直接竞争当中 可能会潜在的一些收费个股 好 那因为现在韩国有一点材料 要申请才向日本买得到 或许排队可能还要90天的时间才拿得到 如果把仓库的存货都消化之后 暂时买不到材料 会不会来台湾找 台湾有做化学材料 像1711的永光 的确今天的股价冲上今年的新高价位 这个有做半导体的上游材料 特用化学的部分 那么盘中我们看到像是在5234的达新材料 它也是做重要的化学原料 目前95块2元 那么同时间3680的加登 有做半导体的设备 目前的加登股价也来到了四年的新高 所以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厂商 化学用品的厂商都是受贿 因为现在日本是限制卖半导体的材料 还有包含像是在这个类似光阻迹等等的商品 那现在韩国涨0.6% 其实现在韩国的低润计体海力士就大涨4% 三星现在也先涨1% 因为短线上很多客户为了赶快先把货源买到 或许有短线的集单会先给海力士跟三星 短线上先让这两个股价涨 但是中长线还是要提防 到时候海力士跟三星做不出东西 客户会不会只好向台湾买 今天南亚科下午要法术会 或许也会成为大家来问的焦点 那至于明天法术会的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目前4135元 所以玉堂还是要跟你请问 这个苹果前天跌2.5% 最新收盘只有涨0.6% 为什么台湾今天平盖股票涨幅 有比昨天跌幅来得高呢 好 当然昨天我觉得是有点反应比较激烈一点 那以大力光来看 或许在苹果的订单 我觉得可能这一次的销量 或许可能不如我之前聊到前几代好 但是这一次苹果是采用三镜头 也就是说同样的出货数 如果说销量是一样的话 那如果大力光能吃的订单 出货的镜头数量绝对比过去多 那或许这一次手机数量是要稍微下滑 但是一只手机这个主镜头配备三个 那对大力光来说它是比较加分的 再来当然大力光除了这个吃苹果的订单 三镜头的手机我们过去聊到 它渐渐成为市场上的主流 因为苹果都采用三镜头的话 其他飞民阵营的 不管是旗舰机种 甚至一般比较重高阶的机种 这个采用三镜头的渗透率 它会逐步的提高 所以第一个我在今天聊到 在苹果的供应链 我们要细分来看 如果就镜头的大力光甚至浴金光 我是认为它是加分的 因为镜头数量增加 但是这次的销量 我个人看是比较保守 因为换机槽 可能会到明年的5G手机 它才会比较有大幅度的一个成长之下 在其他的一些瓶盖骨 不管像是机壳的可乘 当然今天有反弹 不过整体来讲 要去观察这个 后续性的一个旺季效应 能不能显现 另外像是2439的美绿 当然在今天都有出现 跌升性的反弹 不过这一波来讲 像美绿 前一波外资投信 卖得很凶 一度还破了半年线 原则上今天的反弹 也还没有越过整体的季线反压 所以第一个在瓶盖骨的操作 我认为如果以吃手机的订单 甚至是说并不是以镜头为主的 我觉得展望性比较中性一点 但是你如果是有像是穿戴装置 周边商品的这些供应链的药滑 滑通甚至组装的音叶达 像是5457的宣德 原则上我认为在这一次的一个 应该算是第三第四季的 苹果的拉货槽 这一块的部分 我是比较乐观去看的 好 那现在这个苹果供应链 的确有很多往上大涨的股票 现在2392的正威 也直接拉到涨停板了 2392的正威 它就是有做头戴式的装置 而且苹果是不是今年会有比较便宜的 小改款的手机发表 也是外界好奇的重点 那今天正威的涨停 会不会也反映着据说 还有新的消费电子商品陆续要退出 据说像iPad 这个音乐播放器 或者说像是未来这个游戏的头戴装置 有没有订单给正威 密切来留意 今天盘中股价是有上扬 甚至苹果会不会再推智慧型的喇叭 HomePod 有点像是音响智慧喇叭 但是它还是可以翻译等等 语音的Siri都可以查资料 预计今年夏天再过一两个月 就有机会在台湾上市了 这个智慧音箱的概念 那当然还有很多例如像无线耳机 或者智慧手表 都是新的运用商品 那至于我们来看到今天早上 台湾这个创意 创意有在设计电竞游戏的晶片 也有做比特币的这个晶片设计 创意高层表示 半导体库存已经消化的差不多 没有太多的存货 有机会让价格稳定 那么卖细晶圆材料给台积电的环球金 董事长也提到 部分的商品的确看到了业绩有好转迹象 消费者的心理一定会有所影响 但是对我们影响会多大 我们还在看 因为毕竟库存化应该是慢慢就会 就会达到了那个所谓的 很多长远的新的东西的开发 很少有同一个时段 这么多新的大型的application出来 5G AI精准医疗 然后IoT 太多东西新的application同步都在弄 5G它本身它带动了 就周边太多新的application 会有很多东西的换机槽 不是只有手机 有太多东西会连带 所以矽晶圆是卖半导体的材料给台积电 今天环球金的股价 也是守住了7月1号多方的缺口 7月1号那一天 环球金直接的往上开涨 目前是守住了多方的缺口 那至于创意电子的部分 目前股价也继续守住了爆量的换手价位了 而创意本身有设计比特币的相关晶片 那今天比特币的价格涨过了13000美元 所以环球金今天这个比特币的概念 还有再度投资的机会吗 以挖矿市场来看 大概一枚比特币的平均挖矿成本 可能6000到7000美元 今天涨到13000 等于是多了一倍的一个加差 这个挖矿潮可能在下半年有机会再起 所以你看到机党指标 像是6150的汉讯 在今天10点钟过后就公道场停办 那比较低价一点的2399的印太 也大涨了8个% 这个我觉得它有初步反映在可能下半年 挖矿潮所带动的一个显卡需求 它会起来 那另外从挖矿到电竞商机 两个都可以吃到 我这有跟各位分享到 这个像是2376的技嘉 应该也有机会在下半年 在这一块的一个拉货槽重启之下 营运算是比较正面性的转机 因为第一个以技嘉来看 在最近外资算是买得很积极 大概这两周已经买了快2万张左右 而且关键它的殖利率也相对不错 它应该是下礼拜 下周一要做一个除息 它配息3块钱 以现在技嘉来看 大概52块钱左右 殖利率接近6个% 那如果说顺着刚刚所谈到的比特币的一个报价持续攻高的话 尤其在今天早上来看的13000美元是创下了今年新高 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对于比特币相关的这些显卡的概念股 它绝对是加分 再来加上下半年除了挖矿带动显卡的需求 NVIDIA推的新品 这个新的G-Force的显卡的部分 我认为对于相关的这些电竞周边的一个设备 它会有新一波的升级 所以刚刚聊到了除了技嘉之外 2377的微星 甚至在今年云运状况也不错的 2353的宏击 这个6月营收表现也相当好 今天也有呈现直接比较买气很强的 直接跳空上涨 所以在显卡挖矿甚至电竞这一块的一个产业 我认为在第三季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好那今天